第二的话我们需要在application.property无线单中添加相应的数据库配置 以及JPA配置 那么上面的话是我们是配置了MySQL的数据库连接信息 下面的话我们配置了Spring JPA的配置信息 然后之后我们创建了一个cat尸体类 并里边有cat 在cat当中我们用到了几个注解 第一的话是atentity 我们使用atentity注解 标注这是一个持久化的实体类 第二的话是atid跟at generatevalue 使用atid的话是我们标注 这是一个id主件 而我们使用at generatevalue指定组件的生成策略 默认的情况下auto的情况下是自增长 之后我们编写了一个叫做repository 那么把它称为是叫cat repository 在cat repository的单中的话 我们定义的是一个interface接口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注意一下 repository 是接口不是class 让我们的定义的定义的接口去继承底层当中提供的 crud repository 之后我们创建了一个service 我们把它取为叫cat service 在cat service当中的话 我们添加了三个方法 第一是save 第二是delete 第三getall 在这里的话 我们使用了另外一个注解 叫做attransitional 去进行事物的一个板定 由于getall的话是一个只读查询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是不需要添加事物的 之后我们创建了一个叫controller controller是这里 cat controller 在这里的话 我们也是先硬的添加了三个请求 有save 有delete 有getall 那么代码应该是能够正常测试通过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也应该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没有说详细的介绍 就是 crud repository 今天的话我们对这个 repository进行接口的话 进行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先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crud crud repository 那我们看到的话 它本身的话是一个这口 interface 然后它是去继承了一个什么呢 repository repository本身又是一个这口 所以说我们要减crud的话 我们要先从最原始的repository进行介绍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干 首先的话 repository 这个是Spring Data的一个核心的接口 它不提供任何方法 开发者需要在自己定义接口当中声明需要的方法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有几个需要前调一下 首先的话 repository是一个空的接口 我们也看到了 里面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方法的 第二的话是 若我们定义的接口继承了repository 则该接口会被IOC容器 似别为一个reported bin纳入到IOC容器当中 进而可以在该接口当中定义满足一定规范的方法 一定规范的方法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在里面自己定义我们的方法 并且它需要满足一定的规范 第三点是实际上也可以通过 add repository definition注解来替代继承repository接口 另外我们采用的这些方法的一个命名的规范 是比如说查询方法是以find read get开头 涉及查询条件时 条件的属性用条件关键字连接 要注意的是条件属性以首字母大写 第六点话是 add query注解可以自定义jpql 语句实现更灵活的查询 这里的话我们先不去进行编码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crud repository 我们会发现crud repository的话 它提供了很多的已经实现的方法 比如safe方法保存单个实体 safe interval entities 保存一个集合 find all find one 根据id去查找尸体 ist 根据id判断尸体是否存在 find all 查找所有尸体 count 查询尸体数量 delete id 根据id去判除尸体 delete entity判除一个尸体 delete interval entities判除一个尸体的集合 delete all判除所有尸体 那么我们 会讲到这个之后 还有一个叫paging and sorting repository 根据这个 它的命名的话 我们就能猜出它应该是一个分页跟排序的一个repository 所以第一的话它提供了find all 可以传入一个参数叫sort 排序 第二是find all叫pagible 分页查询 含排序功能点 在底层当中的话除了以上的接口之外还提供了其他的接口 比如jpa repository 提供了查找所有尸体 排序 查找所有尸体 执行缓存 以数据库同步等等的一些方法 jpa specification executor不属于repository 实现一组jpa的查询相关的方法 分装了jpa查询条件 通常使用匿名内部类的方式来创建该接口的对象 另外我们可以自己定义一个repository 可以编写里边的一个代码 那么我们找我们的话带大家简单的去体验一下里边的一些特性 首先的话 首先的话我们看到这里的话是 report is空的接口 即是一个标记接口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先来利用repository来进行编码 我们重新创建一个叫做 cat to repository 让我们的repository去继承 据成什么呢 repository 它的路径是sprintwork.dat repository 需要两个参数 cat id的类型 int 导包 ok到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方法 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编码已经完胜 那么它里边的话默认情况下是没有任何没有提供任何方法的 所以我们的话到时候如果说在我们的cat service里面去引用的话 在我们的cat tool service里面去引用它的话 正常里面应该是无法去点出一些常用的方法 所以在c单中的话我们一般很少直接去继承 repository这个接口 当然我们这边为了简解的话简单的去进行编码一下 首先它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个什么呢 查询方法以find read get开头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一个查询 比如说猫里面的话有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叫cat name对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说涉及查询条件时条件的属性用关键字连接 要注意的是条件属性以首字母大写 对吧 首先它的一个基本的话是查询 查询方法以get find read开头 第二的话是条件的属性用关键字连接 条件的属性用关条件关键字连接 那么具体说条件关键字都有什么的话 大家需要去自己去学习一遍相关的知识点 那么要注意的是条件属性以首字母大写 所以这里的话有一些说条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点 那我们大家先写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根据cat name进行查询 那么肯定是 public 我们要返回一个叫cat对吧 返回就是cat find bycat name 根据根据cat name 根据cat name进行查询 那么它需要一个参数叫 sitrim cat name 那么这边的话添加一个方法 find bycat name 我们还需要更改下cat controller 在cat controller里面的话去添加一个 它需要参数 我们这边的话从这边传过来 是 dream cat name 启动一下我们的应用程序 右键runners java application 我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我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那么在浏览器启动之后我们访问我们的find bycat name find bycat name 没有任何东西 哦 我们这的话需要参数cat name 需要参数cat name 等一 那么打开我们的数据库看一下里边都有什么数据 那么它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参数返回对应的一个cat对象 那么它就会根据我们输入的参数返回对应的一个cat对象 如果说出现重复的肯定是会抛出一个异常信息的 那么现在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们的另外一个需求就是如何编写jpql一句 我们学过hybrid的话都应该学过对应的叫hql一句 hql一句是类似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是说根据这个去查询 我们还是访问一个cat 那么我们怎么标注它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不那么取的 我们就随便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查找 就find mycat name myhql 那么通过at query 标注它是一个jpql插情一句 那怎么查呢这个的话是怎么写呢 那我们比如说 let 对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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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from cat where well什么呢 well肯定是 cat name 等于 共号 冒号 cat name 那么后面的话 冒号 cat 它就是一个参数的替代位置 你比如说你叫cn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叫cn的情况正常我们需要这边的话 那么我们再写一个fan2 fan2 find mycat name 在controll里边付这份出来fan2 find2 find2 大家会看到同样的我们反围的签印的结果 那么比如说你不相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这边去打打印一下信息 刷新 你会看到它确实执行的我们fan2方法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实际当中的话我们很少说直接去定义一个接口 然后去继承 reportive这样的一个很原生的一个接口类 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计程 我们俩来用的就是继承 crud reportive 那么它里面的话给我们提供已经提供了很多现成现成的方法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find1 find1 通过ID去找等等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 直接说在CRUDReport里边去编写 相应的我们自己定义的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应该也正常能够进行跑运行的话 还是重新跑一下 刷新 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另外的话 刚才捡的它里边的话 有个叫PageName AndSortingRepository 这个里面的话它提供了 看一下 首先的话PageNameAndSortingRepository的话 它继承了CRUDRepository 所以PageNameAndSortingRepository的话 它继承了